主赛犯唐顺奇吹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这里是由腾育体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中超联赛的比赛转播 中超联赛第二轮的倒数第二场比赛 武汉队对上上海生花 今天请到了谢峰之道和嘉诚一起为您送上本场比赛的直播评述 从开球看啊 生花队并不急于进攻 并没有打那个开球战 常常给高中锋 而是通过倒角来寻求机会 从开球来看武汉队应该是个442的一个站位 18号方号 武汉队的 其实他第一场比赛上半场打得不错跟河北队 而且有一个单刀球 可惜没有打进 这名球员是李肖鹏特意从山东给租借过来 开局的位置呢 20号李航 位置非常靠前 这之前也是武汉队的队长 今天有可能出现在这个三中场身前的位置 或者说打一个大概类似于前腰的角色 身后里边没有太多的变动啊 艾迪呢是打的右后卫 赵明健打的右中场 这和我们赛前的预测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阿金呢 去年是在黑龙江FC啊 但是去年的表现啊 并不是太好没有进球 但是他在19年啊 11场比赛中进了7个球 对 其实武汉队这两年啊 成绩 特别是19年成绩比较好 我觉得 和那个埃夫拉啊 发挥有很大的关系 埃夫拉呢在19年啊 进了12个球 助攻4个 去年呢也进了8个球 助攻5个球 所以说埃夫拉这名球员呢 速度非常快 有个人突破能力 埃夫拉拿球 传中 落点还可以 哎 过手了 李帅还是需要再适应一下比赛节奏啊 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一场中超比赛 上来之后呢 深花边路暴露空档 被埃夫拉运用速度完成传中 创造出了一次机会 其实看出啊 李小鹏并不是很保守啊 进攻还是大胆进攻 而且呢在丢球以后呢 并不是退得太深 这场比赛很明确了 打了一个4-3-3啊 进攻的时候4-3-3 落阵地站防守应该是个4-5-1 深花呢开场之后还是两个前锋顶在前面 整个中场的战位呢也比较靠前 田一龙的长船找阿金 阿金呢还是能够在封线上发挥支点的作用 然后依靠埃夫拉和方浩两个针在边路的冲地啊 去对深花的防线施压 这个打法套度呢相对来说比较明确 这个球应该是个故意守球啊 温家宝 其实你看阿富拉脚底还是非常好 这种高球拿得非常稳 但是球权判给了深花 这个 所以说埃夫拉这个表情 非常振兴 对 看下慢镜头 这是明显 温家宝故意守球啊 温家宝手球啊 这个 这是一个反叛 对对对对 反叛 改了 还是改了 嗯 这他这个事物不不太应该 萨埃夫拉也需要再试用一下比赛 对 埃夫拉是冲着边棋啊 应该就是 边棋应该看的很清楚 没错 但是这个这个球呢 边棋是在背面 其实也不一定看的很清楚 嗯 崔康熙是看的最清楚那一个 但是他不可能告诉裁判 这个球是对方的 这主裁判法还是比较准确 嗯 最终呢他顺其是否定了自己的错误判法 把球权判给了武汉队 武汉队只要一过半场的任意球 就要往进去里边掉 这也是李肖鹏的一个传统的任意球战术 看个李航 哎这是一个战术 啊 给埃夫拉 走外线 调整一下再传 要到了脚球 温家宝对这次办法也不满意啊 开场四分钟 因为两次球权的判法 双后的球员情绪都很激动 再来看一下 其实神花队一定要注意啊 埃夫拉这名球员啊 他在边路有突破有速度 而且还能得分 呃 方浩呢 我觉得虽然年轻啊 咱第一场比赛呢 他后来的投球 进了 1比0 来自姆比亚 姆比亚 新赛季中超的第一场首发 这是他进两个赛季 第一个中超进球 上海神花 脚球防守失守了 李小鹏的经典脚球战术 在中路多人掩护姆比亚 他到后点一个投球 把球顶向了死角 再来看一下 两个人把他打掩护 其实姆比亚这名球员 投球非常好 跳得非常高 这个球呢 神花的中卫 约尼奇被阿金挡在了身后 姆比亚高高跃起 姆比亚无论在中国赛场 还是在西班牙赛场 他的投球都是相当厉害的 其实这个球发得非常好 脚球啊 有球速有落点 是吧 而且姆比亚这点抢得非常好 但是神花找裁判 可能就认为 刚才那个脚球 不应该是脚球 但是这个脚球不在V2的 核定范围内 对对对 比赛已经是比分被改写了 这个进球的整个过程 没有任何的问题 裁判还没有吹开始 嗯 这场比赛对于主裁唐顺奇来说 也需要适应 因为他第一场比赛 吹的是天津队和海港的比赛 那场比赛整体来说 节奏并不是特别快 而这场球则不然 上来之后 双方 都非常的认真啊 看摩雷诺拿球 还是姆比亚啊 这同班的保护非常快 一脚把球提出了界外 摩雷诺进区里边 再推过来好的 打在了方二队员的身体上 再给编露一对一 现在看神花已经四名球员在金区里面 找名剑起球后点 好球 这应该是脚球 来自姆比亚的头球后蹭 其实姆比亚这点蹭的还非常关键啊 要不蹭可能金星玉有可能把这球得到了 姆比亚毕竟是神花的旧将 对崔康星这条战术呢也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说他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两名大个的中锋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 虽然才继行了七分钟吧 可以说比赛还是比较精彩的 曹云定来主发前场左侧的小球 右脚开起来 打到中路 解围并没有踢远 二点球冯耀廷在拿 边路有莫里诺 冯耀廷没敢往边线传 选择了保守的回传 文家宝再起一球 右侧没有越位 莫里诺一对一 逐步两点接应 莫里诺内线 内线 内线 调整一下 再来一下击射 打在中路 而且是碰到了神花的进攻队员 没有太大的折射 被门将没收 看一下这个球 其实在比赛前 像这些球员的这种技术特点 都要给防守队员要看 看一下 怎么来了 方浩 三条远金鞋到进去里边 再传 后点再来 又是左路的突破 这次来自艾弗达 刚才咱们谈到了啊 方浩这名球员虽然非常年轻 但是非常有活力 有速度的突破 把崔康熙一样坐不住了 这场比赛开场之后 深花队两个边路被完爆 艾弗达这一侧面对温家宝 而在左侧呢 方浩面对赵明健 都形成了极其高效的突破和传中球 深花队在赛地出被球迷认为问题最大的防线 这场比赛确实被李小鹏抓住了漏洞 其实这场比赛从开场不到十分钟啊 武汉队可能我认为打得更积极主动 嗯 嗯 看看这个球 左侧冯兴力 冯兴力传中 湖顶区域 还是被李航控制 嗯 武雷诺分到边 传中 露过来机会 曹燕定先停一下 打门 他想吹个弧线 不够坚决 深花队反抢非常快 给温家宝 这时候不要放规 不要放规 好球 这场比赛呢 确实深花遭遇了很大的危机 开场之后先丢了一个 关键他这套整容班底这个打法 这个赛季第一次先在先落后的情况下 去面对对手 而且今天两个边路 武汉队的反击打得得心应手 深花要保证进攻效率的同时 还要保证防线不再犯错误 这个确实是非常困难 远迪奇 刚才一次前场球呢 冯晓廷已经顶上去 远迪奇等队友落位 打了一个长传 金西域蹭下来 边落 赵明健 里边摔倒了 张盛齐第一下并没有做判法 判判没有吹 好球 再转出来 这个球 阿金的这个技术能力还是要稍微差 对 这球转的非常 转大了 其实作为阿金这个球没必要转身 把球护住了 再交给同伴 来摩比亚给裁判说对方假摔 一边要点球 一边要这个黄牌 看一下这慢镜头 摩比亚也非常有经验啊 手稍微给对方用点力啊 马上就收回了 这场比赛里肖鹏的战术非常成功 成功啊 在中场上了三个后腰 然后两个边路用突破极其坚决的突破手 去冲击深花的边路防守 效率相当高了 金星玉 金星玉扯边 边路暴露共当 第一下没给队友 再传 好云定 边路一对一面的明天 乔回来 彭星烈 走外线 走脚再传 还是没有 文家宝的细球 这球威胁不大 但是解围失误了 来自田一农 将球踢出了底线 深花继续火着脚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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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武汉队 是武汉队要减少给深花队这种 角球定位球的机会 看看球 发到后点 莫连大凌空 漂亮 莫连诺在后点甩开了摩比亚的防守 一个侧钩 球被门匠从进门柱解围了出来 这场比赛莫连诺第三次射门了 还是都很有威胁的 其实莫连诺从开场到现在状态非常好啊 看一下 这个凌空球打得非常好啊 手面好在没有没有动 这个球打进都有可能是赛季最佳呀 董春雨在门线上 下意识地扬起自己的胳膊肘把球挡了出去 开场13分钟 双方都有着非常多的得分机会 果然像赛前预测的一样 有可能是一场进球大战了 其实莫连诺呢 在前面更多的是回撤啊 接球来串联 方晓婷 掉了一个球 并没有越位 赵明健得脚 公传 助理裁判采用了延迟举席 最终呢还是吹了越位 这个球 应该是越位啊 赵明健呢 在前几个赛季都是打右边后卫 嗯 呃 其实他在进攻上也是他特点 看看 埃弗拉 埃弗拉 在左侧突破 带大 他将往中路去 对 这个球吹了防守队员的犯规啊 上抢动作有点鲁莽 赵宏烈 嗯 赵宏烈此前在天津队效力 也是一个风格非常硬朗的编后卫啊 也可以打中场 所以申花在进攻的同时 一定注意对方的防守啊 你包括埃弗拉 包括方号啊 完全有速度 有突破能力 云吉奇今天状态并不算特别好 一对一的防守 包括向前的传球出现了多次的失误 阿金 阿金 这个球的餐牌认为防得很干净 没有犯规 没有吹 樊耀廷 外脚位挑传好的 张明健用了他非常喜欢的外脚位 叫金信玉 但是现在这两个后卫 包括后腰 对于前场高点的持球 这压力给的非常大 金信玉和莫里诺接球的一瞬间 马上有人上来贴 球阿金看他们坐回来 嗯 带了有些多 但是好在球没丢 交到后场 回给门将 董春雨 起了一个大脚 球被蹭出了边线 应该是 裁判有点懵啊 他在看不清的情况下 也不太好判定这球究竟是谁出界的 关键这助理裁判呢 给他的帮助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从刚才咱们从镜头来看 好像是蹭到升华队的防守队员 文家宝炒船给彭新立 彭新立一打二 等曹云定套上 再给好的曹云定下底 左脚再出起来 看出机会 来自蒙比亚 外卫还有 乌锡进去里边守球了 裁判并没有吹 并没有吹 乌锡调整 莫林诺再给边路 埃里上来 埃弗拉的回方已经到位了 身体对抗很强硬 这个球呢最终是把球护出了底线 球门球 这埃弗拉贯彻教练意图 可以说非常坚定 没错 作为一个主要进攻的外员 能进攻 防守又能回到自己的位置 非常不容易 武汉队的球员们执行能力非常强 再来看一下这进球 奥比亚高高跃起 他当年在欧联杯的赛场 也有过帮助塞尔利亚绝杀的投球 他虽然是一个个子并不高的中后场全能球员 但是总能够在高人林立的进区里边抢到点 这是他的能力 今天也是带上了队长修标 看看第二点 这个动作太大了 来自温家宝 温家宝开场之后有点过于兴奋 这也可能是那次边线球球权的判法呀 让他这个情绪有点高涨了 几次动作确实非常大 而且在对方跳起去争头球的情况下 你去顶对方的后背和腰部 这肯定要出于犯规的 背后撞人 今天这个比赛打了18分钟 裁判员是场上最紧张的一个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认为比昨天 大连对河北那场比赛要精彩 还是李航来出发这一球 李航的右脚开起来 落点不错 来自艾迪的头球 二点下来 赵明健顶出来 彭新立分左侧 曹云定这边反应 很大了 这要小心的 这种球呢 一旦你到塑胶跑道上打滑 有可能造成拉伤的 从我们前方记者传来的消息呢 曹云定现在每天都在和自己的几个队友进行加练 确实现在神华队内的这种竞争关系非常良好 曹云定也努力啊 看看给啊 防守还是不错的 再抢 无锡犯规了 主裁判掏出了一张黄牌 这应该是本场第一张黄牌 其实五关队打的还是非常有耐心的 对啊 他进攻效率还是高啊 这个球呢是叶重秋持球推进 无锡被迫放闪 哇直接踩在脚上 这个黄牌给的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开场之后呢 确实武汉队打得非常主动 而且他们的进攻效率更高 前场的脚球和任意球次次都能够威胁到神华的防守 看一下这个球 这比刚才那个更加靠近中路啊 看看发的质量如何 上一个落点发的非常好 看能不能找到 摩比亚啊 摩比亚啊 摩比亚后点防他的是金星玉啊 开出来 镜头在哪啊 守门员出击非常及时 这个球发的离守门员太近了 而且球速并不快啊 对李特来说没有任何的难度 李航 李航呢也是 武汉的老球员了 他的上一战是河北队 当然 他呢就是中场出队能力也非常强 很全面的一个中场 而且这名球员在禁区外还有叫远射 嗯 这个鞋长传还是照高点好的 看彭新立底下没处理好再传 角球来了 其实就是崔康熙的打法啊 其实非常简单 简洁高效 简洁实用 我下不去我就起直接找金星玉 同伴注意抢第二点 障一顶 虽然现在球队落后 但是毕竟时间还早啊 心情也还不错 还在和场边的人员打着招呼 董春宇刚才做出神波 警队马上锁定到了莫雷诺 目标啊 盯莫雷诺盯得非常紧啊 这场比赛生花第二个脚球 原地起给他打掌开了 原地起赛挡他 其实第一场比赛 莫雷诺进那个球就是啊 通过他们的挡拆啊 就跟这个战术是一样的 对 对 曹云定又再开起来 后连门匠的 这球的进攻犯规了 在小禁区里边 门匠有绝对的受保护权 裁判吹的金星玉啊 冲撞什么圆 董春宇很痛苦的无连倒地 哇果然 这球的金星玉胳膊架到了董春宇的脸上 这是个肘鸡啊 觉得今天这裁判啊 判罚尺度还是比较准的 嗯 董春宇这一下被打了一酸饼 他认为对方故意走击了 但是三分眼并没有掏出黄牌 这要等队一进场了 李小鹏借这个实际的 再和自己的风险队员聊一聊 这场比赛在 防线以及前场的攻击线都有针对性的部署 这是现场的武汉队的球迷 今天刚刚记者也介绍了 有大概160名观众到场观战 可能现在 生花的球迷好一部分没有到达现场 估计随着这个现场人数的增加呀 这个球迷也会帮助生花队 把这个状态打出来 可能现在到场人数还比较少呢 待会可能呼声起来之后 这球员会变得更加的兴奋 其实大家应该不太清楚 从上海到苏州 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 中场这球呢吹了犯规 乃斯夜中秋 夜中秋确实在中场防守 非常有强度 对 而他的远射也不错的 大力中炮鸿门 爱迪打长船 身后有色 赵明健 小球 这球确实碰到了赵宏略的身体 这场比赵宏略的 这场比赵宏略应该还是比较依靠 依赵宏略在边路的这个对于赵明健的限制 二赵在边路集合 因为赵明健的这场比赛肯定有重点要在右侧起传重球 赵宏略 去找包点 赵宏略如何限制他的传重区域 看一下球罚到后点 后点有机会 两个大个子全在后点 莫里诺还在追 莫里诺作为球队队长非常积极 每球必追 每球必抢 这个球呢 他肯定也知道追不上了 但是他这个行为和举止肯定会带动队友的情绪 这就是队长在场上应该干的 确实莫比啊 盯人啊 非常紧啊 温家宝 反规了 前方的时候被对方踢到了 而吹了反规 非常拼方浩 这段时间呢 武汉队的前场两个边路有换位 方浩来到右侧 而F拉呢 是去了左侧 从这个站位来看的话 李航的位置大概在前腰线 在阿金的身后 更像个4231 但是洛阵那战防守就是个451了 两个边收回去 李航也收回去 看一下起球 还是找金心玉 这一点能力太强了 有点像英超的本特克 再给好的李航宝 哎呀 这个球 没有跟同伴想到一起 看武汉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冯晓婷把球踢出了边线 看来李小鹏教练 他现在在赛前所讲的不是夸大其词 他真的是有一个很很好的办法去应对崔康熙的战术 纳格尔斯曼的球没少看呐 他说的三年前的霍丰海姆就是纳格尔斯曼 证明李知道还很懂球了 那会儿纳格尔斯曼刚出道 带霍村 头就点下来 看埃弗拉这个身高不高 但是这个对高空球这种判断啊 这个点还是非常好 看一下这个球 给左色 曹云定能不能切进来到进去里边了 这个机会 有没有机会传出 左脚没传好 好像是被防守队员稍微碰了一下 这球C的非常好 这点切的也非常好 对 没有人往前点插 对 啊 而且他看了半天中中路包抄的球员 确实太快了 后边的高中锋没有跟上 对 二连方号 李航在接应 他打了一身后 就如果李航传他去跑差不多 对 李航呢还是更习惯在中场中路的区域去接应他 拿球之后李航再做处理 方号这个想法呢比较简单 这是他的风格 就是打边路之后直接下李传中了 方号这名球员 其实第一场对我印象比较深啊 这名球员呢积极主动 而且非常有自信 就是经验上缺少一些 而且他在上半场啊 给眉米守卫期过了以后 形成了一个单刀 可惜没有打进啊 李航再给边路 直接起球了 到了冯耀廷的防区 冯耀廷直接投球顶出边线 这个赛季本来深化的球员比较担心中卫线 但是现在有影员之后 金杨阳也可以在中卫线打 包括后续朱晨杰如果服出之后对吧 都可以踢的 这是现场的武汉的死中球迷 阿钦被身拿住 李航在分边 防号 左脚船 后连埃夫拉 埃夫拉 被身靠住 能不能坐一下 分到左侧 拼速度 赵明健回来 这赵明健回防还是非常及时的 这就是他和巴索哥的区别 他毕竟是打边后卫的 防守意识还是在 看一下船中 这球给他很有想法 埃夫拉这球拿的非常好 他面对埃迪呢 这个身体也不吃亏 其实后面的人要跟上再快一点 可能就能形成舍门机会 团队获得一个脚球 镜头转过来脚球又出现了 联赛刚刚开始大家都在适应 球员在适应 裁判在适应 包括转播团队也在适应 这是李帅有失误吗 送脚球了吗 不太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 对 刚才那个镜头没有跟上 现在申花的球迷人数越来越多了 他们的看台就在球门后边 看看脚球开起来前点一放 还有机会二点再上响 这球呢吹了方号的犯规 放手的时候呢定位球进攻的时候 赵洪略方号加上明天 这三个边路球员在防反击 其实方号这下反规还是值得的啊 如果对方传过去反击 那就很危险 嗯 这种球的原则就是 要不然就把球断下来 二次进攻 要不然就放倒 找金新玉 他这一点太强了 他不用跳 你看看 确实有能力 赵明健边路突破了 拉拽 这球有可能是个黄牌动作 看看三边怎么界定 因为赛被摆脱之后 有一个明显的拉拽球衣的动作 明天 明天这边防守 确实比较吃力啊 一个是曹云定完了赵明健也过来了 还是被穿当了 前场的扔一球脚球 这是神花的很好的得分手段 现在阵地点也没有太好的机会 最好的得分机会呢 就是来自于一次脚球 看看曹云定来主罚 右脚开起来前点 哇今儿这转播怎么回事啊 曹云定二次攻 再传 又传到后点 莫雷诺 进去里边摔倒了 传有动作 点球 点球 比赛第31分钟 主赛万唐顺琪判罚点球 感觉第一视角确实 摩比亚的手上有个小的拉拽 而且这个球呢 莫雷诺很有经验 他马上摔 摩比亚找去助理赛万 示意让手 再看V2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其实这个球没必要去拉人的 对 而且他球过了他头顶以后是奔底线走的 底线去的 而且莫雷诺也没有机会有可能拿到这个球 看一下啊 传到后点 哦 他认为这个球是重心丢了 蒙比亚重心丢了 对 他想跳 但是 落下了以后 他的身体撞到了莫雷诺 裁判员是这么判的 手上并没动作 手上没有清晰的动作 主要是身体撞到莫雷诺 对 看看这球呢 市民主治裁判如何介入 这种在没有手上动作的情况下 感觉市民主治裁判要提醒主裁判的 裁判吹了点球 看看 V2也没有提醒 确实啊 莫雷诺在这支球队啊 确实一个领军人物 没错 莫雷诺也是中超联赛第一轮的官方最佳球员 球迷票选的投票率高达71.9% 毫无疑问的当轮最佳 财犯说你出进局该罚了 摩比亚的意思 你赶紧看这个市民主治裁判 确实摩比亚跳起来 失去了重心啊 给对方压倒了 这个球确实从客观角度来讲的话 在他启动的一瞬间 你是有额外的加力的 导致他摔倒 点球成立啊 这样的话点球成立 主裁判很坚决 他也没有去跑到场面再看市民主治裁判 没有看回放 这次意外中断了两分钟 点球成立 金星玉来主罚这个点球 金星玉面对董春雨 感觉他非常的紧张 金星玉 看看 助跑 节奏并不是特别快 金星玉射门 打中路 还是很坚决 打在球门中路 将比分搬成一比一平 这个球呢 完全骗过了门将董春雨 这样的话金星玉 收获了他本赛季第一个进球 才要和彭信丽俩人还聊呢 哈哈 神玉的球迷还在用手机看实时的回放 看这球怎么进呢 其实武汉队不要受这个点球影响 其实他比赛从开场到现在 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 嗯 他这个球呢确实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至少武汉队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球实际上 我觉得从点球的判断来说 也没什么大问题 对 因为莫雷诺是有机会去拿球 对吧 他去追求了 你甭管你是主动犯规 还是被动犯规 你形成的客观的情况是 你犯规了 你身体压到对方了 对吧 确实这个球呢 从发展来看 如果对方真是一个单刀球 空门 你造个点球 可能还会比较值得 对 然后这种球呢 并没有形成涮门机会 造一个点球 嗯 这个要出门了呀 他这属于发泄式的踢球 主裁判还是给了口头警告 这个明显是发泄式的大脚踢球了 那个点球没有判罚黄牌 就是因为他并不是主动犯规 这是去年的队友俩人 俩人还在聊 嗯 比亚有点头脑发热 但是第二下主动向咱们员示意啊 这确实明显是发泄了 其实摩比亚一定要冷静啊 因为你作为后防的 组织者 哎呦 哈哈哈哈 上个赛期的队友 现在要呼喷啊 但是摩比亚没有针对莫雷诺 莫雷诺说你得冷静点 摩比亚确实过往这比赛犯过这种错误 因为不冷静吃到红盘 导致球队少一人作战 无论在中国赛场还是在西班牙的赛场 他都有过这种不冷静的情况出现 把莫雷诺叫过来 两队队长 唐春吉这个事件的处理还是比较合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必须要向队长说明 因为要不然这个比赛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 就要失控了 双方队长 对 比赛从点球到现在为止五分钟的时间 还没有连贯的进行过 盛华前场的任意球 留好冯小婷来主罚 冯小婷携传 还是发到后点 打后点 找莫雷诺 比亚和又蹭了一下 二点球 找明健 免得找红略 莫雷诺躺地了 但是比赛并没有终止 艾迪把球踢出了界外 莫雷诺 他可能是认为 是不是谁打了他一下 这个球 他捂的是 他认为是 阿金 对阿金顶到他身体后边了 顶到这个臀部稍微靠上的位置 这腰眼附近 莫雷诺非常 这个球 其实有人盯莫雷诺 摩比亚 其实没必要过来 这应该两个人应该呼应一下 这艾弗拉也非常有意思 自己来说 这个比赛要是 这球一来一碰你就倒地 一碰你就倒地 艾弗拉说上海话我也会说呀 咱们先来两句上海话 哈哈哈哈 双方现在有点这个注意力不在比赛当中了 开始互相较劲了 这会就要考验参评员的这个控场能力了 艾迪给 无锡 这球传的非常好 好球 莫雷诺穿当了 调整一下 看左侧队友的位置 莫雷诺分出来 好的 冯耀廷也上来 自己往前带 文家宝 文家宝 直接起高球 非常坚决 看看二点球 找赵明健 两个人都摔倒 这种球是不可能判点球的 摩比亚往前推荐 这个球呢造成了彭金利的犯规 其实摩比亚这兵球员啊 可以打后腰 对啊 可以打后腰中 中位 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球员 而且身体素质非常好 对 而他打中场的时候呢 前插得分能力非常强 这个球过了三十分钟之后 一直在中段 一直在中段 双方现在火气都很大 看看二点球 长传 看到莫雷诺 莫雷诺 等队友接应 身旁没有队友 球角传出来 这球传出失误了 方浩 非常有经验 我不贴你 你知道吗 我就看你下一步怎么做 陈春宇 保险起见还是把球踢出了界外 哎 船的非常巧妙 哇 就觉得比赛要出牌了 这应该给牌了 这个比赛已经完全失控了 几次关键局的判罚 他没有控住船 已经完全失控了 这个黄牌是 就前面的这个附带关系啊 导致这张黄牌的出现 这样的话 本场比赛上海生花第二张黄牌 之前的无锡吃了一张黄牌 这动作太大了 这比赛如果这么踢下去的话 说不定上本场比赛还会有黄牌出现呢 埃迪弗兰西斯 也是后掌多面手 可以打中位右后位 甚至可以打后腰 李肖鹏 因为有时候呢 教练员他喊也没有用 球员在场上 他是控制不住的 二点球 无锡顶出来 曹云定 前上想到很凶 方浩的二分之一球 孙小婷赶紧左脚破坏 其实武汉队明天这名球员 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他进攻力也非常强 但是在这场比赛呢 草云定这种进攻啊 这种突破啊 压制他没法上去进攻 看着阿金能不能控制好球 身后好的方后机会小川刀到进去里边摔倒了摔倒了 但是这应该是自己重心没有控制好 身后的反击 乔云定跳传 好的 好球 穿出来漂亮 非常清楚 能够转过去 乔云定 中卫已经到位了 乔云定 没有空间起脚 再横转 胡顶区跟进 乌西 想脚球过人 这个球关键反击在彭信利啊 如果能够给到莫雷诺是最好的 他没有看到 他心里犯规了 他自己对于刚才这次处理球呢也比较沮丧 唐顺琪过来 这是要找场边的教练团队的人员吗 果然 呃 武汉队这边的教练们不太满意啊 因为这个球呢确实是破坏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看看气球 二点球 我们比亚 游戏 我跟我合 slogan 香港主角 我问妳 了 热配 埃弗拉背身 扣一下 好球 过人 个人能力非常强 又突破了 埃迪在进区里边跟着 切进来又摔倒 确实啊 个人能力非常强 看看这个球 踢空了 黄新丽 小花队有没有机会 还是没传出来 这球的防反低犯规 黄新丽在要牌 也没给 这是连续的 双方不满的判法 因为刚才那次 埃迪也在背后上手 但是动作并不是特别明显 因为他已经有一张黄牌了 所以说 这个其实裁判 吹的还是比较准的 看到先犯规了 而且深花队 有没有希望得到控球 关键这个球的争议 在于给不给牌 又起球 麦比亚说我在欧洲踢球这么多年 你这种类型的中锋 剑多了 其实金金玉啊 我觉得两个中卫 我觉得多应该找廖军舰 对 从廖军舰的身高啊 包括 他经验啊 对 你别老找慕比亚 你知道吗 这样你的这种优势 可能发挥的不是很稳固 对 比亚虽然科子也不高 但是力量好 他小动作多 廖军舰呢 相对来说是一个 就防守比较直白的球员 上到1米83 而且这个对抗呢 可能和蒙比亚比上去要稍微有一些差距 我们也听到了现场球迷清楚的呐喊 在给武汉队加油助威 刚才也听到了生花球迷的这个助威的歌声 今天两队的球迷啊 在现场发挥都不错 放号 来放号启动这两步非常快 面对文家宝一对一扣一下好球 再转漂亮 李航 携传 转一 找阿欣进去里边点下来 艾夫拉 再分边路 阿欣拿住给边路 赵宏略左脚传 中路 云林奇完成且围 二连还在和 还在武汉队控制下 武汉队打得还非常清楚啊 赵宏略 调整一下 再给艾夫拉 李航过来卸应 好球再顺二打一边 把他直接射门了 被后卫挡掉 还有机会 脚下很灵活 再切 找角度 打门 来一脚 门脚反应很快 再一射 冯小婷出脚更快 将球踢出了禁区 二点球赵宏略想下来 还有机会扣一下 莫林诺回防 到禁区里边 叶中球传起来 哇 点太低了 无锡赶紧将球破坏 看有没有反击战 投球点了一下 二点球 中卫保护得非常好 来自廖军舰 莫比亚上前 先扣住 上不上比赛 最后时刻 武汉队打得很猛 李航 看如何选择 再给 艾弗拉 斜穿 好球 很有想象力 这球别丢 左侧套上 带开防守 武汉队 不要丢球 这比较有耐心 天忆农 再给 艾弗拉背车护住 两个人防他 再给外线 艾迪 提前预判了F2的陈旧线路 金兴玉也撤到进区里边防守 斜船转移 反击 曹云队一对一 面对明天 面对方浩 上场比赛两分钟的捕食 曹云队转出来好球 彭心烈再回敲 金兴玉在中路接应 武汐过渡一下 中锋没落位 神花要重新组织进攻了 赵云队转移 赵云队转移 后腰路完了 好的 看到右路 赵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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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点没人呐 赵云队转移 质量并不是很高 赵云队转移 双方在沙漠场比赛 各攻了一波 都很有威胁 尤其是武汉队 很接近大进第二个球 神花的防线 刚才是摇摇欲坠 现在终于是能够控住局面 又起球 看看最后时刻 金兴玉 那感觉彭心力 不在最佳的状态 明天开一个大脚 阿金 哇 这拿成功力真强 拿好球 没有机会可以控一下球 可能上面上就结束了 李航 再打身后 找冰天 乔惠兰 上面上最后还有20秒的时间 李航 区域内二打三 想来个人群分过 没有成功 无期 再转好球 神花还有一次反击 曹云定 那这个半场应该 应该时间差不多了 打了一较长的 好的 赵明健实验很好 莫雷诺 这个机会停到进去里边 被铲掉了 非常关键的一次防守 哇 这个球铲得非常漂亮 应该是廖军健吧 廖军健 很干净的铲到的球 限制了莫雷诺的射门 这样的话唐志祺追上上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双方打成一比一平 队员冷静一点 看看下门场比赛 是不是会进行的更流畅一些 看看下门场 有没有双方进行人员调整 现场是不是生花这边在抱换人 换人呐 先看这一次 左侧还是淘运定 先分出来 定拿球 射门了 直接射门了 曹云定的今天在走路拿球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这一次选择有点盲目 他实际上有很好的空间去突破的 运力气 爱迪都在 生花应该是 看赵明健也在 如果赵明健也在的话 那就没换 对吧 应该没有做人员调整 这场无锡 彭心立是不是都在 就是从上半场来看 两个队发挥的都还可以 船中 起球 彭心立去哪了 看看有没有一个全景 来看一下 莫里诺 这场比赛还是要靠近 他在前场 多靠个人能力去创造一些机会 彭心立也在 彭心立在 那就没变化 没变化 阿金 好球 往中够给 无锡回来了 无锡还是非常积极的 赵明健 想护球转身没有成功 赵明健 交给了后掌的队友 廖军健 在上半场比赛最后时刻 那个铲球非常关键 破坏了对方的一个单刀的机会 其实 上面掌最后时刻 宽队控球的时候 其实丢得太快了 马上比赛结束了 通过倒球 可能上面掌结束了 如果那球磨绿路打进去以后 确实就非常被动 阿金再给左侧 好的 赵宏略 红略 左脚 这个球有点高了 这个犯规了 廖军健 这个选择还是比较明智的 在生花的半场犯规 也不会吃黄牌 得到了一个不错的效果 应该武汉队也没有进行人员调整 嗯 都没有调整 回座 这个球传得太随意了 他认为边路有人 但实际上没人 其实金星玉在脚下组织上稍微弱了一点 对 确实投球啊 把我门前射门啊 是他的优势 嗯 他的头顶的比脚传的准 下半场比赛 依然是双方的犯规次数很多啊 李肖鹏对这判法也不太满意 这个球也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呀 金星玉去年呢 也是因为伤病啊 就是打了四场比赛 但是进球率还是挺高的 啊 进了三个球 小心定 长传 掉高球 找莫里诺 头就点下来 这些打法呢 肯定是将军员具体要求的 就是中场直接起高球了 就要不然球员不会就这么打 对 这个太简单了 非常简单 对 看看能不能形成得分吗 爱迪 想过人没有过去 赵洪略 叶重球左脚解位出来 反击没有形成 康埃夫拉 再给边路 阿金 这球没有拿到一点 球出了边线 在替补席上 深华这边有阿德里安 约翰超 杨旭 巴索哥 这都可以进攻的 而武汉队这边 在封线上有黄子昌 包括董学生 这也是可以登场 包括刘云 而且对于武汉队来说 好消息是巴布提斯堂 现在已经是回国了 最快的话是可以赶上打关的比赛 但是有可能第一阶段就打不了 那个是最理想的状态 是可以赶上打关的比赛 但应该难度比较大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 就是各俱乐部在隐缘方面 特别外面方面 就是很难引进一些好的球员 这边我们比亚 也非常的痛苦 他被顶到了大腿 再来看一下 满镜头 吴希胳膊肘 顶到了他的这个肋跳骨附近 这下非常疼 这个比赛从点球出现之后 就没有流畅的进行过 基本上就两分钟左右 甚至一分多钟就停一次 就停一次 无论是犯规还是接外球 往这边换人 黄子昌要上场 马上做调整 黄子昌上 把李航 换下李航 对 这样的话 打一个标准的4-3-3 黄子昌这名球员呢 在前场非常积极 上个赛就黄子昌 在江苏队联赛里边 获得机会不多 但足球卫是主力 看看机会 他在进区里边 别看他个子小 但是能扛住后卫 能拿球 而且踢球风格非常贼 上个赛季呢 足球卫 江苏队是全花班出战 也打到了最终的阶段 打到决赛 黄子昌可以说在苏西威的赛场是鞠躬至尾 扛个这一次 乔惠蓝 边路 在下底 切进来了 这是好机会 夜中秋 带的有些多 被乌西捅出了底线 他第一下也没有看到好的位置 可能对左脚也不太自信 但是最终要到角球效果还不错 上一场比赛 武汉队就是通过角球得分的 再来看 其实他望里看了一眼 在找同伴 没有太好的机会 乌西这球还是给捅出了底线 刚刚这次角球战 看看这个钉 后点 后点门叫出来 但是打了一下 二点球 反击 彭新立 反规了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曹云定 中场线离这个封线还是太远 又起球了 只能起高球 无锡过来 这勇比亚往哪 这解围看着很吓人呢 但是他认为无锡有犯规 咱们也没吹 这无锡这名球员啊 经常从前卫线往身后插 非常有威胁 这角度看还是很稳的 第一个角度以为要乌龙呢 还好 这是最终身华后的一个角球 看看球起到后点 门将出来也没达到 晃子昌解围 二点 再顶回来 赵洪略分到右侧 来福拉 阿福拉就从没有拿好 神华几百球快发了 曹云定 彭新立的要求 曹云定自己内切 曹云定在带 这球带了有些多 带了一步 变成武汉队的反击 有反击机会 好球 阿金再给晃子昌 但是云定其实一下先要住了位置 这次后阿福拉反规了 这反规是不会给牌的 赵明健的踢球 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确实是直接踢到了脚踝上 身后这边进攻 已经推进到了对方的服务领域 头又没有人了 调整一下左脚的胜门 打在中路 被门将董春雨拿到 其实彭新立还是有这种远射能力 包括去年对华夏的比赛 一脚非常 势打力尘的世界波远射 得分 再给好球人的反击战 三打三 看黄子昌 能不能把球传好 黄子昌再等队友 一对一的机会 踩个单车走外线 再打 打在那边往上 方浩 方浩这球呢 走外线角度越来越小 所以神花一定要注意 对方的反击 这边非常好的局势啊 方浩也很坚决 没有闪开角度 这球走外线的温家宝 也基本上看住了 看看这个球啊 远射 这球发得非常快 方浩 第一场比赛 与自己的中超手球 擦肩而过 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 曹云定再传 这就是问题啊 他总是从边路起球 这个离前锋线太远了 你很难有太高的传终质量 无锡再过路 好的 这是机会 宝诺 转 再给反向 哎呀 曹云定传得太着急了 实际上现在打阵地战呢 金信玉也没有发挥 太好的这个支点作用 对 现在这个 一个是两边的这种边路啊 深花啊 在下半场啊 没有形成很好的传终机会 所以说他这种作用 发挥的也不是 特别特别明显 对 而且你在中场 没有绝对控制力的情况下 一旦有失误 被武汉队打反击很难受 因为这两个中位 确实太慢了 转身太慢了 阿金外角被传 没传过来 找明健在位置上 莫里诺头就回顶 其实这个比赛 还是武汉队 非常喜欢的一个节奏 感觉 隋康西里边呢 可以有一些主动的调整 莫里诺 康西里的要求 一下没给 再往边路分 温家宝再给左侧 曹云定 外角未传 彭新丽 好球 彭新丽 立卡如何选择 有没有机会 传后点 这实际上 金心玉和后点 赵明健的跑位都不错 但是球没有送好 其实我觉得金心玉呢 在包超的时候尽量往中后点跑 因为他这种身高 对 投球 这是他的优势 最后要传球 还是质量不是很高 张明健也是非常沮丧 尤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左色列布完全打穿 网超 余看超 余看超 余看超又上场 余看超 又可能 会不会会会会会加张明健 对 又是左路啊 这个机会草云定 草云定个人能力 草云定走外线 后中路两点空了 机会无限调整 再架炮 左脚直接射 2比1 腾信力 接到无锡入攻 左脚低射圆角得分 上海生化队2比1将比分反撑 这还是要有边路的突破之后 这中场两个后腰前插 完全无人盯防 这也是生化队一个变化 边路突破以后呢 并没有起高球 对 传了一个回传球 进完球之后还要换人吗 看看这个怎么调整 于汉超和巴索哥两个人在场边站着 这样的话也可以对吧 两条边路继续保证反击的效率 看一下这个球 你看 后腰呢 后腰 后腰呢 后腰 后腰没有人了 对呀 一个后腰就没有 对 田一农赛 叶冲秋 收得太深了 对 叶冲秋去哪了 然后另外就是廖军剑和这个蒙比亚了 一个后腰防对方的两个前插的中场 这个完全防不住的 正好是打了一个二过一的配合 彭心里所叫低射得分 那这样的话 神话在进球之后也完成了换人调整 巴索哥上场 他打到了右边路的位置 而于汉超去左边 两个边路都调整了 但是埃迪被换下 赵明健 赵明健没下 赵明健去打右后卫 对吧 赵明健去打右后卫 曹云定也下场了 对吧 换到曹云定和这个埃迪 换上了于汉超和 巴索哥 其实曹云定 发挥还可以 可以 他现在这么换也可以 因为他保证两条边路都有速度 都能突破 好球 埃弗拉 右侧 给边路 方号调整一下 右脚起球 落点不速 这球进攻犯规了 无锡 其实 无锡这名球员啊 进攻能看见的 你要防守也能回到位置 这球顶到了无锡的腰 来自黄子昌 两个人去年还是队友啊 王子昌也是那种 别看他个子小 但是他进区里边能强点 而且能够扛住大中卫拿球 田一农 这都是上赛季江苏类球员 冠军成员 巴索哥这身体 巴索哥 其实 2比1领先了 可能 武汉队压上了以后呢 后面空荡比较大 可能更 更有利于巴索哥这种 发挥 对 他是可以在反击战里边 一个人解决问题的 对 这些动作比较大 直接踩到了脚上 田一农过来安慰一下 彭新利 财队员这次手下留情 并没有掏盘 再来看 这直接 还好 并没有踩到 对 他收脚了 有点 然后身体撞到了 把祖哥点下来 莫里诺 这个球犯规了 比赛还有时间 看看 李肖鹏怎么进行人员调整 替补其上呢 李肖鹏这边有董学生 是一个中锋可以用 在中长线就润数比较少了 对 黄自尚拿到 给左侧艾弗拉 中路在接要 这个挑船 这球即便给到也很难拿 这应该是李肖鹏和李俊宇说了些什么 场面应该是要有变动了 不吸 左下的转移 看到于汉超了 但是没传好 明天大脚破坏掉 二点球 闻家宝拿到 中路有彭琳在接应 区域内三打三 于汉超回来接 于汉超算是延续了上个赛季 打压惯的那个状态 前叉 给的非常好 好球 铲得很干净 田一农还是非常稳的 脚球 比赛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看看善生化的脚球战 宽队 宽队 脚球还是人定人 宇汉超开出来 一向双拳打了一下 二点球保护的不错 方浩姐妹没有踢远 晃达 投球一蹭 机会 敲一下 两边路都有空档 往左侧打 这个球输了 这是好机会 莫丽诺左边很空 看到了转移 传过来了 进行运漏 宇汉超 一击机会 内切 晃动 走外线 这个球太复杂了 其实他完全可以给金星域 对 高明健 原地转身 给右侧 没有越位 莫丽诺 再传 忽利区远生的机会 打一脚 有折射 来自彭希利的右脚射门 脚球 脚球莫丽诺传得非常舒服 天忆农的防守也到位了 天忆农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后援 董春雨 上场比赛 铺那个倒钩球 非常精彩 这次换成 运迪奇给金星域来挡 这一段时间 武汉队这个防守压力非常大 对 彭希利的左脚 开起来 大了呼吸到后脸 文将这一次拿到了 看有没有反击 而且没有球速 大脚开出来 一点球 找埃夫拉 埃夫拉面对温家宝 温家宝碰到了球 二点 巴索哥 速度有绝对优势 玩儿拉都没拉住 非常快 彭希利内切 打后脸 看到了于汉超 于汉超投球 明天在位置上 解围又没踢远 又是二次进攻 莫里诺 这个球失误了 但是反倒情况过人 彭希利 现在这是 于汉超再起 质量不是很高 二点还是上升化的控制 呼吸 分左落 于汉超在逐渐的找感觉 这一次传到后脸 直接出了底线 上来之后 于汉超三次在左边路处理球 都没有处理好 实际上机会都出来了 刚要换了 要换了 这一下大面积的换人调整 刘云 凯威塞尔 加上 学生 方号也被换下 这是刘云 加上李星奇 刘云李星奇 同学生 换下了方号 埃弗拉 以及这个阿金 埃弗拉 可能身体还没有 是最佳状态 对 而且他来队比较晚 李星奇上一场比赛也打了 总经理上一场比赛也打了 刘云 这是他本赛季的中超首秀 莫林托挑船 二连自己拿到 二连球 这球犯规了吗 赛季员第一下也没吹 他没有吹 尼比亚 比赛还在继续 尼比亚也没管老队友的情况 直接一个斜长船 打右侧 先把球拿住 李星奇 中场 看这边田一东 莫林托已经起身了 应该问题不大 长传球 董学生上来之后呢 关键两个外援都下场了 因为这场比赛 在赛琴的发布会里边 有记者问到 就是艾弗拉和阿金两个人 能不能打首发了 李孝鹏的回答很坚决 是可以打首发 但是他不确定 这两个人能够踢多久 看样子这个身体状态和体能 还没有恢复到最佳 对 所以说比赛打了60多分钟 那如果按表现来看的话 这两个人是不错的 对吧 那肯定还是体能方面 有一定的问题 赵明健又回到自己的老位置 又后卫 和李帅装了个满怀 这边球过来之后 又到了武汉队的脚下 严重修 李航下去以后呢 可能对他中场走着会有一定影响 对 不要在后场丢球 关键现在场上就还一个蒙比亚是外援了呀 前边的攻击手也都下去了 所以说武汉队至少在第一阶段会很艰难 一是能打着外援的状态 另外就是像巴布蒂斯王这种打不了的 第二阶段可能会好很多 天忆彤 长春打右侧 身后 宇翰超回来了 解肥出来 2点还是武汉队控制 同学生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个球 同伴相互的配合不够默契 身花2比1领先以后呢 并没有在前场进行逼抢而收回自己半场打反击 看看巴索哥 巴索哥在船 这边宇翰超摔倒了 看看反击武汉有没有机会 张明健这下铲得非常果断 马上上去住宫 看莫兰诺拉到中场 对比赛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宇翰超在给文家宝出脚赛船 这种 所以说巴索哥你得在后面有空灯 刚里面又是反击 很好的机会 看看 进去里边 运气器已经跟着出来 这个反击处理球太慢了 本身是一个三打三 现在最后处理球 能等到身花里边的防线都落位了 莫比亚给他锁色 赵洪略 赵洪略 给好球 赵洪略先挺过 充分分钟时间 放个地球 赵明健把球写围出了底线 赵明健这两次防守还是非常到位 关键巴索哥上来之后 巴索哥不太会防 赵明健必要承担更多的防守任务了 巴索哥只能还站住位置还行 那真当一对一 或者说需要 盯人的时候 巴索哥可能要稍微差一点 巴索哥以前在河南队呢 应该是打前锋 对 河南队这种战术打法 基本上就防守反击 所以说他这种 反击啊 这种速度优势啊 发挥的 非常好 看看这个球 传到后点 二连球 控制的不错 有机会 天忆都试闻 打飞了 采判先吹了犯规了 对 吹了犯规 场边可能是要有调整 再来看 这球发生了什么 点下篮 啊 请求的时候 踩到脚了 灯踏到的这个 彭心立的脚 天忆都 这边继续做 还人调整 换下莫雷诺 换上阿德里安 把莫雷诺拿下来休息 然后封线顶一个大个儿 然后留一个能够拿球 能够组织的这样一个前锋 阿德里安呢 并不是传统的九号 他的风格呢 也会偏一些 控制和脚下 能传一些威胁球 莫雷诺虽然这场比赛 没有进球啊 但是在场上的作用还是有 没错 包括在中场和前锋的 这种串联 安德里安呢 去年在重庆 虽然年龄比较大 但是呢 确实这个球员啊 能力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去年的一些数据啊 包括他在重庆 进入征贯路以后啊 租接到广州福利 而且帮助球队完成了保级 还是吹了武汉队在中场队 巴索哥的犯规 巴索哥在上一场跟国安的比赛 也是替补上场 也没有发挥出他里面的特点 阿德里安 神花队在二点球的控制是非常好 这是他的一个常规战术啊 对吧 大哥拿一点 二点必须要保护好 武汐在给彭新烈搓传好的球 宇汉超到警区里边 宇汉超面对两人防守 太慢了 等队友接应一下 在分边落 温家宝起球 打高的 金星运投球 这球彻着顶肯定是很难发力 而且有越位 对 尤其是球没有球速啊 比较高 而且同伴呢 又是倒退顶 发不上力 这个球好像裁判吹的是越位 对 吹的越位 在封左侧 好球 赵洪绿还能跑 爸锁哥回来了 面对爸锁哥 赵洪绿非常聪明 看两个人加击以后啊 打到对方身上 获得一个接外球 接外球扔不进去啊 发接外球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不行可以尝试尝试大力啊 这也找一找董学生这一点 王子昌出来接一下 其实赵洪绿有这种大力发球这种能力 区域内三打三 赵洪绿调整一下 这球确实是深花里出现 对 裁判没有推 再看啊 确实没犯规 他这下摔得有点假啊 呃有个接触呢是两队两个人都碰到球了 嗯 天忆农好球 就顶下来 彭新立 进去投球 无锡 往左侧分 于汉潮 哎 这就无锡的作用啊 在 中场把球转 转出来 可阿德里延安还是更习惯在中场拿球啊 虽然他穿着九号 他是偏拿球组织 转 没出来 米亚位置选择非常棒 他把这个 金军的漏给另外一个中卫廖军舰 然后自己绕前方 看看 约翰超 一对三 等队友接应往边路打 还有机会 阿德里延 呃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 莫里诺的体能问题啊 如果其实这个配置的话 莫里诺在场上前场要打得更细一点 他还是保留着一个大中锋 阿德里延明显是想玩一些脚下的 对 他不想起高球 其实阿德里延跟莫里诺的这个风格是不一样 嗯 他脚下比较好 包括中场的串联 哎呀 这个球传的 传得有些大 应该还可以追到 赵明显能追上 但是没能护好 球还是出了底线 确实金星玉在这个前场配置里边呢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他扯出来之后呢 队友也不太信任他的脚下也没给他球 这球无锡确实没转好 那看到了原点的赵明显 反归了 这是廖军舰啊 背后撞人 嗯 哦 进去 机会 左脚师曼 刚过78分钟 3比1 巴索哥闪击战 这个球呢 后场的一次任意球 石化队快打过来 哇 镜头也没有捕捉到 对 这个球可能 这个球放归以后 可能 深花是一个快发 啊 武汉队可能没有注意 咱们看看啊 有没有慢镜头 呃 主赛办和助理赛办 第一下都没有事宜 这球有问题 啊 是不是助理赛办再介入啊 主赛办事宜 要听一下 是不是助理赛办的意思 也不知道究竟具体发生了什么 看看有没有慢镜头回放 看一下 好 快发 是一个快发 没有阅位 安德里安 对 非常聪明 这就是巴索哥的特点 他上来替补就是要他这一下 在领先的情况下 在对方防线大去压上的情况下 靠速度 哇 这个球啊 赵红磊还铲到了他的脚踝上 动作也很危险 没有问题啊 从刚才镜头补说的话 应该是长春一瞬间 启动一瞬间 并无越位 其实安德里安这球啊 发的非常突然 非常快 这样的话3比1 上海神话领先两个了 两场比赛 神话队打进了五个球 攻击力还是非常强的 这场比赛 你只能说啊 在替补阵容层面 李肖鹏的手里边的牌 不如崔康熙 对吧 至少在上五场比赛里边 他的排兵布阵 他的临场应对 是不输韩国队 这个动作比较大 王洪略要吃牌了 红盘 赵洪略吃到本赛 一本联赛第一张 红盘 这就是 无缘不够冷静 这也咱们刚才 后场也发生冲突了 对发生冲突了 这个球 哦呦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就吹的没有任何问题 赵洪略这是一个 少林飞腿动作 直接踹到了巴索哥的膝盖上 这个红盘不为过的 这种球甚至都有可能要追加停赛 因为他是可以收这一脚的呀 直接踹到了巴索哥的膝盖上 赵洪略还受伤了 这就是球员输球以后啊 对 这个球 红盘的出现没有任何的争议 这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红盘 其实这场球 即使失利也没关系啊 对 就去下一场啊 打好 而且他踹的这个巴索哥这个膝盖部位 有可能葬送他整个职业生涯的 这不是一般的部位 对你这样得红盘以后呢 可能影响你下面的比赛 而且对教练这个排兵不振 也受到一定影响 而且这个球我感觉他是可以收的呀 哇 这个 而且这个动作非常大 有可能在赛后导致还要追加停赛 他在向财队员申诉 这个有什么可说的吗 这个中场休息咱们也聊过 下场比赛果然红盘出现了 对 所以说对球员这种不够冷静 他实际上刚才谢尔导就是巴索哥进球那一下啊 他附带铲球已经是登到这个脚踝接近小腿肚子这区域了 已经很危险了 又来一下 这个球逃不过财队员的法眼了 财队员距离事发地点非常近 赛后率也要和他说几句 就是裁判这场比赛的判罚尺度总的来说还可以的 对他只不过在这个处理一些细节上导致双方的球员情绪就是太爆棚了 哇巴索哥直接被担架抬出场外 巴索哥看样子伤得也不轻啊 对啊 这因为这我就说了呀 这是一个毁人职业生涯的动作 他直接踹膝盖正面啊 踹你膝盖骨啊 这个跟踹腿还不一样 踹胸口里都不一样啊 只希望巴索哥不要有什么大问题 大家都是吃这碗饭的 这个有点砸人饭碗了 但是巴索哥应该是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 希望他不要有大事吧 担架直接进场 没有接受检查直接进场 应该这是一次相对说比较严重的情况 但看他面表情还好 这样的话场上武汉队是少一人作战 一比三暂时落后于上海生花 比赛悬念现在似乎已经失去了 这样对武汉队来说就更难了 现在是29号的李星期补到了左边后位的位置上 先补到红队这个位置 后防线还是要保证人员的起整 但是这个比赛剩下十几分钟的情况下 十来分钟的情况下 少一个人作战落后两个球很难了 这场比赛我觉得无论结果打成怎么样 至少李肖鹏教练他的调整和用人不输给崔康熙 只不过是后手太少 最后这球呢输在硬实力上 而且好多情况 像这种点球啊 红盘啊是教练员没法控制的对吧 他他不可能在中场顺风中不告诉队员 你们要冷静点 肯定会说让你们冷静吧 那球员控制不住这个 现在你也是踢过球的人对吧 这有时候确实球员到场上容易吹这种情况 那场下看跟场上踢是两个 哎呦 还好 还好吧 巴索哥缠上绷带之后可以继续的 这对于生花球迷 对于赵洪略个人而言都是一个好消息 这还好 得亏巴索哥没有什么大事啊 多亏巴索哥非常强壮 对他身体非常好 身体非常结实 肌肉力量啊 都会对他这种受大动作犯规的时候有保护的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因为这个球就太严重了 踹膝盖骨 因为这个部位很脆弱的 他自己也摇头可能坚持不了了 他已经没法发力了这个右腿对吧 也没法发力了 确实这下踹的非常严重 秦升 前节给 都在热身 杨旭要上场 他要上一个前锋啊 但是还是两个高中锋对吧 还是两个高中锋 现场球迷也开始对标了 因为这个这个情况的出现 其实会引发球迷的不满 前节给过来看一下队友的情况 阿兹里安 阿兹里安这个球迷控球二身 还是不错 换上杨旭 换下巴索哥 杨旭上个赛 赛季在好多比赛里边也获得了输上机会 但是 个人也因为一些在场上处理球的不完美 导致了赛后比较大的舆论压力 自己也 确实上次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心理包袱 长传 赵明健 边路一对一 赵明健很有经验 先把球护入 想过人 但是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好 尤其是脚腕变化 正脚背外脚背传球啊 都没问题 脚球 脚球 其实你看 李星奇包括田一龙叶重球 他们踢球也很猛 对吧 但是他动作比较干净 展望健非常有经验啊 拿着球我不着急过去 我不丢球 因为我3比1领先了 这个球会不会打一个战术 但是金星玉的意思是起 后点 门脚打了一下 继续讲球 阿德莲这球发的非常好 门脚也很难接 只能往底线再打 一旦有失误的话 就是漏空门给升华的队 预罕超 前点 危险 确实这个球发的质量比较高 这场比赛13个角球 上半场比赛6个角球 下半场比赛7个 确实神花队在控球 脚架非常好 看不 反抢非常快 这也要吃黄盘了 冯小婷 冯小婷一个黄盘 这场比赛 红黄盘满天飞呀 双方动作都比较大 一切 看一下这慢镜头 应该确实是 哎呦踩脚了 踩脚面了 这两个赛季这种球 抓得特别严 包括欧洲的赛场 直接蹬他脚面 这个动作确实 踹得比 吹得比较严 他可能是奔着球去的 但是实际上 确实踩到了脚面 慕比亚也上去了 嗯 现在武汉队场上 暂时少一人 任一球开起来 看看一点 冯小婷顶到 反击站 阿德里安 背身护露 确实啊 非常有经验 把球护住了 清楚的听到李帅在喊 我来我来 约尼奇没听懂 赵明远说你走开 这也很有意思啊 李帅喊得非常 就说我来 赵明远说你走 约尼奇 和约尼奇快开了 赵金逊越 点下来 左侧好球 杨旭分得不错 这是前辽祖组合 宇汉超再传 找杨旭 哎这球 哦 小婷只大了一点 传球的这个意图和差的实际都不错啊 但是稍微精准度差了一点 杨旭是暂时站在右边峰的位置 就是巴索哥那个位置 对 并没有顶到封线上 对吧 然后阿德里安呢 是在金心玉的身后 又失误了 无锡抢断 无了 阿德里安 看来拿球 不丢球 左侧前差了 无锡没看到 现在还是稳住啊 对吧 他两个去的优势也不着急 没有太好的反击机会 也就不往前 比赛长过时间马上打满 应该会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捕食 因为这个比赛中断啊 冲突啊 受伤啊 还是比较多的 只有四分钟啊 邓家宝传 彭新丽 好球 原地马赛辉旋 田一农漂亮 好球 看球 学生回来 人就封过 这球阻挡犯规了 长城就下来 冯晓婷 三比一以后呢 可能对武汉 对这种心理也是一种打击 对 他其实就是换人之后 整个实力就下降很多了 确实去比较大的差距 好球 野中秋记得非常好 人就封过 进去里边两个点 野中秋没调整 左脚直接传 到后来招 赌学生 露过来 还有机会 跟进 底下没打 黄自昌 无锡马上过来补位 再传 跟进的一脚 远是没打上 反击站 阿德莲 前掌三打二 阿德莲在观察队友的位置 左侧于汉超 中路有 金星玉 第一下没传 再给 给 能不能传中 于汉超 再给 没有 杨旭再零 再机会 被绊了一下 杨旭处理球还是太慢了 脚下太慢 这边又失误 无锡 球丢了 杨旭又浪费了个单刀球 其实这个球 非常 杨旭非常好的 得分机会 这种球 可能不会对结果 有多大影响 但是 就是呢 可以提升自信 杨旭现在确实 这个心态还是 感觉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其实队友呢 也在有意识地找他 对吧 想帮助他恢复自信 没传过去 还有反击 文家宝给编落 于汉超 过人了 好球 阿德莲在接用 好的 进去回敲 漂亮 紫色大孔囊 漂亮 阿德莲 但是蒙比亚很有经验 及时出来补位 这就是一个优秀的 有经验的尊位 需要做的 敬洲 学习 一个 学习 一 cele 学习 儿 你好 祠 先生 爱 姐 好球 同学生 黄子昌 黄子昌 领过了一个 再往右边路给 温家宝这一下 一直在站着位置 明天再抢 应该是球门球了 黄子昌呢 实际上第一下处理球啊 他停球 衔接都不错 但是最后传球 最后这一下 还是需要再提升的 黄子昌呢 非常积极啊 再看 这是刚才那个进球 所以说球员呢 要在场上90分钟啊 随时都要精力集中 达索哥 果奶粉庆祝 应该也是家中有喜啊 恭喜他 但是很遗憾 比他受伤了 希望他不要有什么大事 这边球又快到了 禁区里边 比赛补师也补满了 主赛伴唐胜奇 终止了这场大战啊 最终上身花的是 在先丢球的情况下 3比1完成比分上的逆转 这场比赛呢 双方吃到了很多的红黄牌 红牌有一张 红牌大概也有四五张 最终是身花 取得了赛季的两连胜 但是两场比赛 他们都有一个丢球 红比亚先帮助球队得分 而且在防守端 贡献十足 但是很遗憾 球队整体实力 和对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